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天內四次破紀錄高溫 至1884年以來 創130年最高溫紀錄 8月平均氣溫為29.3度 較正常28.6度高0.7度 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氣溫的8月之日 總雨量僅143.3毫米 只是約為正常432.3毫米的三分之一 異常小雨 由2015年開始至8月底 香港累積雨量只有1520.1毫米 交同期正常的1905.5毫米 低約兩成 在9月4日入秋時分 加拿大環境部 去多倫多市發出高溫預警 警告每日氣溫將持續在攝氏30度以上 9月7日 台灣入秋後第一度冷風離度 台北氣溫遭降 清晨緊25度 比前一日36.5度的高溫 遭降超過10度 北部氣溫普遍遭降8度 而基隆前一天氣溫 仍然高達36.8度 創今年以來當地最高溫 一天之急 竟然就發生了極熱 和氣溫急凍的極端天氣 9月8日入秋 美國陸參基時中心 大部分地區處於華氏90多度高溫 相當於攝氏約32度以上的高溫天氣 但是聖蓋博谷 乘越內陸地區 聖輝南道谷 凌陽谷等地則是錄得超過華氏100度高溫 南加州即使到了傍晚4時多 溫度也沒有絲毫退熱 仍然達到華氏104度 相當於攝氏約40度超高溫 國家氣象局對於聖蓋博 和聖塔蒙尼塔山區發出高溫警告 9月9日 美國三藩市舊金山熱浪來襲 南灣各地出現華氏近百度高溫 吉爾諾最高溫將達華氏107度 相當於攝氏約41.6度超高溫 打拖1976年創下華氏104度的9月氣溫紀錄 雖然天氣在9月已經入秋 但是七所高中 為免學生無法承受極端高溫天氣 宣佈9至10日兩日 提早在中午前11時45分放學 意味著每日上課僅僅只有兩個多小時 由於熱浪滾滾 洛杉磯地區高溫學署 考驗當地電力設備 超過1.5萬用戶斷電 水電部發言人哈爾斯稱 洛杉磯有5千戶斷電 大約花了10小時才可以恢復供電 2015年9月11日 中國濟南地區氣溫罩降 從10日最高氣溫26度 跌至最低溫14.3度 最大降幅約12度 是入秋以來最大降溫 濟南街頭 秋風洋人戰略 很多市民已經換上長衣長垮的秋裝 9月16日凌晨開始 一向溫差較低的甘肅蘭州市出現秋雨 市區氣溫一直下降 一度低至攝氏12.7度 相比起前兩天約28度 溫差高達16度 接著一間有回升至24度 一日內溫差達12度 這次氣溫遭降忽冷忽熱 使許多市民措手不及 9月本來是清風送爽的初秋 但是直到9月尾 中秋前天氣依然嚴熱 9月21日香港天文台指 受全球暖化和都市化影響 本港秋天溫度不斷上升 過去90年秋季氣溫 以30年為一期 平均溫度24.3度 近10年平均溫度經達25.3度 有市民感嘆 只有夏季和冬季 秋天不知去到哪裏 過去90年的秋天 又平均24.3度 過30年調高些 近30年再高些 近10年還升到25.3度 天文台預測 中秋節最高氣溫成31度 我小時候起碼是四五十年前 立秋是有意思的 現在的立秋和天氣 和溫度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9月23日 新疆烏魯木齊連番與雜角地 氣溫持續下跌 急降攝氏百度 山區多地出現降雪 原定在10月15日供暖的阿勒泰市 將提早於9月28日前開始供暖 9月26日 中秋節還未到 黑龍江省枯中區已經開始降雪 意味著這個地區 和往年相比 提前進入冬季 降雪持續三個多小時 景區一片銀裝素果 最低溫跌至攝氏零下7度 最高溫也不到10度 情況完全吻合Webbox的預告 今年北半球部分地區 將會提早迎接嚴厲的冬天 9月14日 根據英國政府氣場辦公室 Med Office公布 2014、2015和2016年 極可能名列史上最暖熱之年 地球將連續三年熱破紀錄 科學家表示 地球平均溫度正在上升 但但2015年 就比1961年至1999年高0.68度 9月22日 美國國家海洋基打氣總署 公布了8月全球均溫資料 打破了136年以來的紀錄 再次寫下新紀錄 破紀錄的除了8月均溫之外 還有6月至8月 及1月至8月的全球均溫 甚至2015年的2月、3月、5月、6月、7月 和8月的單月均溫也創下新紀錄 從近90天的全球海溫距平圖 可以看見 在熱帶太平洋地區 北美西岸及北大西洋南側 海溫都偏高 因此也預測今年的均溫 很可能會創下新高